2020年,胡润女富豪全球榜发表,钟慧娟位列榜首,很难想象一个女人怎么会拥有如此惊人的财富,尤其她还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源于钟慧娟25年前所做的一个决定。 那时的她还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丈夫在药厂工作,女儿松明可爱,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平静的生活有条不紊,却因丈夫的一个想法有所过种。 丈夫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刚刚成立,缺少一个打理公司的人。钟慧娟果断辞职,她决定帮助丈夫,殊不知这样一个决定改变了钟慧娟的整个人生。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希望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钟慧娟于1961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但是很庆幸,钟慧娟的父母发现了女儿的天分,并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 父母的期盼和远见最终得到了回报。 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钟慧娟成功考入徐州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师范大学,并且从事化学方面的专业。 那个年代总是有一句朗朗上口的治理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于理工科人才,国家往往是偏爱的。 几年后,完成学业的钟慧娟成功毕业,年仅21岁的她被分配到连云港延安中学当化学老师,这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 钟慧娟的父母很满意,钟慧娟自己也愿意去将知识交给新的一代人。 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快便梳理起自己的口碑。 年轻又有干劲的钟慧娟很受学生的欢迎,事业有权的她也迎来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钟慧娟邂适合了孙飘阳。 那时的孙飘阳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而且巧合的是,孙飘阳从事的也是化学专业,共同的话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很快,钟慧娟便得知孙飘阳被分配到连云港制药厂上班。 同一个城市的两人很快便碰撞出爱情的混话。 从相知到相爱,最后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顺利结婚。 婚后的钟慧娟和孙飘阳感情很好,并且很快又有一女,孙芸。 女儿的到来让这个本就幸福的家庭更加温馨,也让孙飘阳充满干净。 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双手,让妻子和女儿生活得更好。 在连云港制药厂的工作十分稳定,但有的时候,孙飘阳又觉得有几分枯燥。 作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孙飘阳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当初对工作的热情也渐渐消散。 他渴望突破,渴望变化,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 作为一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孙飘阳的专业素养很高,在工作中也表现十分突出,但是却缺乏一个让他晋升的机会。 直到1990年的一天,那一天,在厂里正常上班的孙飘阳突然接到上级的升迁令。 从那天之后,他正式成为连云港制药厂的厂长。 顺利升职之后,孙飘阳也渐渐明白自己上位的原因。 当时的连云港制药厂正面临巨大的困境,销售额持续下降。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就要面临破产的危机。 领威受命的孙飘阳马上打起精神,他预设到如果自己能够帮助工厂度过危机, 那么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有利于自己以后的发展。 在基层苦干多年,孙飘阳能力是在实践中淬炼出来的。 他很快找到厂里亏损的原因,并制定出新的方案。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便受到阻拦。 很多厂里的老员工都不赞同孙飘阳大胆的想法。 他们认为开发新药挑战难度太大,而且失败率也很高,所以不敢冒险。 但是,在孙飘阳看来,只有开发出新药才能走出眼前的困境。 眼见众人不听,孙飘阳说出这样一段话, 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仿佛醍醐灌顶一样,孙飘阳的这一番话打动了所有人。 于是,在所有人的支持下,孙飘阳开始推行他的新计划, 生存抗癌真剂VP16,然而计划刚刚开始便遇到难题, 工厂设备有限,无法高效生产出真剂。 而且,即便花费资金购买新设备,工人能力有限也不会用。 无奈之下,孙飘阳只能想到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真剂做成胶囊。 当第一批新品VP16软胶囊上市的时候, 孙飘阳的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但是,当他看到不断攀升的销售额时, 他知道这一战他胜了,工厂也由亏到赢。 长到甜头的孙飘阳决定乘胜追击, 在1992年,他赤字120万元收购了一种卡爱新药的专利券, 并于1995年推出新产品,再次畅销市场, 大获全胜,连云港制药厂声名大噪。 然而,这一次的成功并没有像首次一样带给孙飘阳更多喜悦, 反而让他陷入沉思之中, 他的心中酝酿出一个新的计划, 那就是筹建资金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 说干就干,孙飘阳动用自己身边所有的人脉, 想要寻求帮助,直到他遇到岑君达。 岑君达是一位投资人, 同时也在医学研究上颇有成就。 他与孙飘阳一见如故, 并给予孙飘阳资金支持, 很快豪森制药有限公司成功创建。 公司创建成功的孙飘阳又遇到一个难题, 那就是他仍然是连云港制药厂的厂长, 工作繁忙,能够投入到新公司的时间并不多, 孙飘阳需要一个能够帮助到他的人。 就在孙飘阳面露愁苦时, 钟慧娟挺身而出, 表示愿意辞去工作,帮助公司运营。 长期以来, 钟慧娟一直陪伴在丈夫的身旁, 更是亲眼看着丈夫的事业一点点的发展。 钟慧娟的心中很明白一切都来之不易, 这一年钟慧娟35岁。 孙飘阳看到妻子的抉择, 心中感慨妻子的付出。 两人经过细细商讨后, 孙飘阳发现妻子在化学方面的见地并不属于自己, 只是缺乏时间的锻炼。 而且, 妻子长期教书育人在管理方面干肉并济。 虽然社会不同于学校, 但是妻子的性格果断坚毅, 再加上自己从旁协助, 公司的运营基本不成问题。 有人说商场如战场, 需要审视多事。 输入商场的钟慧娟并没有基于投入研发新产品, 而是在公司的规章制度方面下手。 在极短的时间内, 钟慧娟便掌握到一二行业的最新市场状况和公司运营现状。 明确发展目标, 从基层开始与底层员工一起努力, 穿着厚厚的功夫投入到产品研发中。 在钟慧娟的努力下, 豪森药业离1997年推出一款产品, 抗生素美风, 刚入市场一销二空, 销售额达到3000万, 更获得国家认可, 被认为是国家级新产品。 豪森药业逐渐展露透角, 钟慧娟的辛苦总算得到了回报。 孙飘扬为妻子的成就欣喜晚分, 同时他认为凭借妻子的能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钟慧娟在经历巨大的成功后, 信心不断增强, 他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夫妻二人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孙飘扬所在的工厂也已经改组为恒瑞医药。 孙飘扬担任董事长, 并通过MBO收购方式成为第一股东。 恒瑞医药的飞速发展让孙飘扬一直成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 然而,随着关注的深入, 人们发现恒瑞医药的老板娘孙飘扬的妻子钟慧娟竟然同样是公司老总, 而且成就不属于自己的账户。 伴随着豪森药业的发展, 大众的关注点从孙飘扬到钟慧娟, 当然, 更多的时候是将两人联系在一起, 同时也将两人独立经营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谣言也因此传出, 有人称豪森药业是恒瑞医药引资公司, 甚至引发上交所的调查, 在收到上交所发给恒瑞医药的问询函时, 孙飘扬激励澄, 因为他不想让妻子的公司无端受人怀疑。 经相关文件核实过后, 事实证明豪森药业和恒瑞医药关系明朗, 都是合法经营, 但是依然有人持怀疑态度, 争议不断, 直到钟慧娟将豪森药业发展成上市公司, 汉森这要诞生, 她的女儿成为汉森制药最大股东, 顶住所有的压力, 在最艰难的时刻成为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钟慧娟的勇气和毅力征服了所有人, 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外表温婉美丽的女人, 她的内心同样强大, 她也摆脱了恒瑞老板娘的称号, 成为一一一姐, 所有的成功都并非偶然, 汉森制药的背后是钟慧娟一点一滴的开拓, 稳扎稳打的研制新产品, 她曾经为了解决一个难题, 研制出最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和厂间工人一起加班加点, 日复一日的熬夜, 最终解决问题, 很多内部员工称钟慧娟美女总裁干联务时, 作风低调, 面对众多人的称赞, 钟慧娟表示只想做好自己, 做好工资的产品, 推广新药, 造福患者, 随后的几年里, 在钟慧娟的带领下, 汉森制药稳步发展, 59岁的她已经身家过亿, 成为商场女强人, 2020年, 胡润女富豪全球榜发表后, 再度引发一股钟慧娟热潮, 位列榜首的她, 成为人人称赞的女首富, 从白手起家到公司上市, 在钟慧娟的身上, 彰显出中国女性的自强, 当然, 即便拥有普通人, 永远无法企迹的财富, 钟慧娟依然十分低调, 她与丈夫孙飘扬, 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生活中, 回归家庭,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注本账号, 继续带你观察这个光乖陆离的打钱世界。